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辛迪展嘉瓦系列基础教程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的章节的学习 这个章节就是第三节,对象的行为和方法 到底什么是对象呢? 其实在这一节之前,我们把所有的程序呢,还是放在论方法里头的 这个放在论方法里头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根本就不是面向对象的做法 而嘉瓦程序最广为人知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它是一种面向对象设计和编程的语言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开始学习到底什么是对象 对象的行为和方法有分别是什么呢?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对象呢? 其实,对象就是已知的事物,是具体的存在在客观世界上的东西 比方说,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就是一个对象 而Cindy,我就是Cindy,Cindy也是一个对象 那你们每一个学员也是一个特定的对象 所谓的对象,其实就是人们研究的任何事物 它可以是战界中具体的事物 也可以表示抽象的计划、规则或者事件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小到具体的整数可以作为一个对象 大到飞机啊,坦克啊,大炮啊,这些也是真实的对象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加瓦语言呢,是如何实现对象的 还是来到我们之前的专门放,呃,这个加瓦原文件和编译后文件的这样一个目录哈 F班的demo目录,在这个地方呢,我新建了一个文件叫做student.java 好,现在我打开它,诶,我们在之前的学习过程中已经知道了 加瓦语言呢,一定是有一个类的哈 类里面呢,会有一个慢方法 现在我定义了一个public的class,叫做student 接下来呢,我就要生成一个student类的对象 这个对象呢,有可能是张三,也有可能是理事 那这样吧,我生成一个学生对象,叫做张三 好,student 好的,那到这里为止,我使用了加瓦程序 生成了student类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名字呢,叫做张三 好,用这句话的代码呢,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在加瓦语言中呢,我们是通过类来生成对象的 也就是说,这里有一句话哈 类是对象的蓝图 而类呢,是用来描述对象的属性啊 行为啊,状态,这些一个汇总的这样一个整体 那我们到底怎么来理解类呢 其实,类呢,是一组具备相同行为和属性的 这样一个对象的集合 类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哈 无处不在 所谓的面向对象设计哈 其实就是把生活中的很多事物之间的关联 搬到了程序世界中 比方说人类 再比方说电脑类 再比方说学生类和老师类 而我刚才写的这个代码呢 很明显哈,就是一个学生类 我先写好了一个学生类 再通过学生类获取到哈 或者说是创建出 因为你有嘛,是新建的意思 新建出一个学生类的对象 叫做张三 而这个张三才是真正的特定的这样一个对象 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让张三这个对象去发挥作用 而不是说让类去发挥作用 比方说我让张三去打一份东西 而不是说叫学生类去打一份东西 这个呢,就是面向对象设计的一个真实的实质 记住哦,在加瓦语言中 我们是先有类 再通过类来构建对象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下一个知识点 对象的属性和状态 我们还是以学生类的这样一个张三为例 那什么叫做对象的属性和状态呢 哎,我想问一下哈 虽然说我们现在是给这个对象叫做张三 但是呢,张三应该有联名,对不对 应该有性别是吗 他也应该有身份证号 在细节点的话呢 他应该有学型啊,身高啊 他在就读什么连级啊,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 我们把这些叫做属性来描述这个对象 好,现在呢 我就来定义一下张三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 由于类似对象的蓝图 所有的学生类啊,类似于张三这样的学生类 他们应该都有共同的一些属性 比方说 好,我就先写上这样子的三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对象的属性 我们首先是要先构建好类的 那用什么来描述属性呢? 我们用的是变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变量 这三个变量的声明呢 其实是跟弄方法是平级的 是紧跟着这个类的,花括号的哈 这三个变量分别是名字 年纪和性别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 其实所有的学生类都有名字 年纪和性别 但是每个学生对象的名字的值 和年纪的值 还有性别的值 其实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一下张三这个对象 点 nam 等于 张三 好的 张三点 A姐 等于 18岁 张三点 Gender 等于 男 好的 这三句话呢 其实就是我在定义张三这个对象的属性 以及属性的值 这些值合在一起 就可以描述张三这个对象的状态 同学们 你们看明白了吗 哎 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 Steudent类 Steudent类是学生类 学生类它是一组具备 在共同属性和行为的对象的组合 好 集合 比方说张三啊 李斯啊 等等 好 他们都是学生类的对象 他们有共同的这种 属性 比方说 名字 联名 和性别 接下来呢 我在梦方法里面 哈 是怎么样得到一个对象呢 好 用的是 类名 空格 对象的 名字 哈 等于 你有 你有的话是 新建 哈 新建空格 类名 记得 还要打上 小括号 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 声明和初始化一个对象的 也就是构造出一个真正的对象 接下来呢 啊 我是通过对象打点 调用这种属性哈 张三的Lam 等于张三 张三的A级等于18 张三的Gender 等于男 也就相当于给张三这个对象的属性 复制 我们是用什么属性来描述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 这种类的属性和对象的属性呢 我们是用的 变量 这个变量的位置呢 是在 紧跟着 跟慢方法平级 紧跟着这个类的花括号来声明的 我们把它叫做成员 变量 或者 又叫做 实力 变量 或者 又叫做 实力 变量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下一个知识点 什么叫做 实力变量 实力变量呢 又叫成员变量 它是紧跟着 类的声明的 紧跟着类的声明的 然后 声明的这样一些变量 声明的这样一些变量 好的 接下来呢 除了实力变量 我们还有局部变量 所谓的局部变量呢 也就是说 它跟实力变量 声明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实力变量 是紧跟着类的这个方式来声明 那么 局部变量呢 就是 在 方法中 我们这里是 那种方法 方法中 声明的变量 这个叫做 局部变量 请学员们特别注意哦 所谓的 实力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区别 是他们声明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形容词的作用 那到底什么是形容词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在定义实力变量的时候 像Lam 之前我们写了一个叫做Private的 Private这个单词的中文呢 是私有的 私有的字符串类型的变量 Lam 而Private呢 就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什么的呢 形容字符串类型的变量 Lam 而这个呢 是意味着这个Lam 类型的这样一个变量呢 是student类 私有的 这样一个实力变量 同理 A级啊 肩的啊 都是私有的 那跟私有的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之前学习过的一个形容词 叫做Public Public class student 还有Public Static Wordman Public的中文呢 是公共的 所谓的公共的呢 就意味着在类的外部 也可以调用公共的东西 而类的外部呢 是绝对不会调用 Private的 也就是私有的这样一个变量 它也调用不了 那么除开Public和Private 加网呢 还有很多别的形容词 我们在学习到的哈 正好接触到的时候呢 会一一来介绍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知识点 对象的行为 一讲到对象的行为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到 那其实呢 是一种动态的东西哈 比方说 因为类是对象的男图嘛 所以对象共同的行为 我们会在类里面进行描述 像学生类都会有些 共同的什么行为呢 比方说他们都会学习 他们都会玩 还有呢 他们可能都会打篮球 或者是跳舞 说到这里 加网呢 用什么来描述 这种动态的东西呢 其实加网呢 是用方法 我们叫做方法 来描述 对象的这样一个行为 比方说 会打篮球 play 巴斯克 it a ball 好 这个方法呢 跟论方法不太一样 好 他没有使得一几克 这个方法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一句话 打篮球 好 好 这个方法的话呢 方法名叫做 play basketball 然后他会有一个方法体 方法体里面呢 就是打篮球的具体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张三 我们是如何打篮球的呢 张三 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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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就是打篮球 现在呢 我们就来 b 这段代呢 java c students 接下来 java students ok 输出了一句话 打篮球 好 这个呢 就是对象 如何调用 对象的行为 去动作 嗯 今天呢 就是我们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就已经讲完了 我们主要介绍了 什么是对象 其实对象 是人们正在研究的 任何事物的这样一个统称 那他既可以是一些 具体的一些事物呢 也可以是一些规则啊 事件啊 等等 对象呢 有属性和行为 属性的话呢 就是用实力变量来描述 而行为的话呢 则是用方法来描述 这些呢 就是对象的属性和行为 而我们构建对象 用的是类名控格 对象名得以没有 类名 好 来实力化一个对象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内容 同学们都学会了吗